Wippy 珠仔, 大家好 平時可能Wippy 會分享多些我們康城東面平台的情況 因為東面平台的施工比較多 尤其是變化比較大 以前是一個地面, 沒有一個平台 對上幾個月平靜了, 整個平台起了出來 連成了一線, 形成了一個比較大的東面平台 但其實康城在另一方面, 在西邊都有一個平台 我們今天去看看 時事留心即學問, 歡迎來到Wippy 珠仔頻道 未訂閱及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究竟康城的西面平台是甚麼狀態呢? 我們借這幅平面圖看看 你會見到, 康城西邊有三期的屋苑 現在第一數目指, 紫色的框框是Sea to Sky 第八期 然後就是第九期 而這個數字, 框框範圍以內 其實就是Marini的地盤範圍 然後第三就是LP10 你看到, 零四是一隻角畫出來 最後就是第四 第四這個位置 你看到, 蓋上了兩個地盤 首先你看到, 蓋上了三個Towers 那裡其實就是康城的第十二期 另外呢, 就是一塊比較大面積的地方 這裡是預留了作政府的服務用途 暫時未清楚會建些甚麼 會建學校, 還是其他社區設施, 未知的 也有朋友提議, 可否加建商場這個位置 可能有得想 看完這四部分地方 VIPP所說的西面平台 約幕其實就包括了Sea to Sky 第一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就是Marini的部分平台位置 因為這裡就組成了一個 康城西面的來源景 另外, 剛才政府的地方 其實這大大圈圈圈的位置 其實籠統來說 VIPP叫做西面平台 用剛才的標籤, 其實大約是一字 三字和四字的部分 包括了, 組成了西面平台的位置 好, 那我們馬上去看看 這裡是西面平台的現在情況 你看到左邊有個樹器座 應該是地鐵的 一些空氣的排氣 或者吸氣的設施 另外, 平台這裡其實 有很多臨時屋子放在這裡 應該是給工程人員 暫時做住臨時辦公室的 但你看到, 上了一層 就上面有些樹 其實剛才剛剛有說過 在Marini和Sea to Sky 即是我們看回來這張照片的位置 這裡其實就是Marini和Sea to Sky 這部分是兩邊剛好起好的西面平台 這部分其實是, 如果計算一下 是Lv.4 可想而知, 你可以看到 西面平台的Lv.4 已經因為Marini和Sea to Sky 慢慢可以起好 其實這部分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之前也有說過 這部分也是一個 而開啟了, 所有的街坊都可以來這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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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間, 你會看到 右上角 看到在Lv.4 Sv.4 是Lv.10 & Sea to Sky 中間 其實是可以在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 環灣大橋和 將關路海灣的景色 那可能 大家也會說, 其他街坊 可以怎樣走走呢 其實如果大家來到商場的Level 4 有一個平台 由平台的左邊有條路 這條有個行人通道 其實就可以去到這邊的西面平台 當然這條有個行人通道 都是康城的第8期、9期、10期和13期 最主要都可以用這條有個行人通道 進入商場和可以去到地鐵站 當然一進商場就進入Level 4 其實這邊西面平台另外有個入口 就是在Sea to Sky的Level 3的位置 不如我們就這樣走進去 慢慢看看這邊平台入口的最新施工情況 因為這部分其實都會是Sea to Sky的施工情況的一部份 其實昨天有一條影片去講 康城Sea to Sky Marini和LP10最新的施工情況 大約都有介紹過這裡 其實這條路進來 首先右手邊就會看到Sea to Sky的大廈的汽車 的入口 之後還有兩條路出的 如果繼續向前走 就會有兩條路出的 第一條路就是正前面 你看到很光亮的位置 其實就可以上到四樓平台 我們剛剛大約都看到四樓平台 最近是甚麼情況 做得很漂亮 最主要是Marini和Sea to Sky的地盤位置 兩個盤都快進入貨 所以其實都做到7188 但是轉了 其實就會有條路 可以去回西面平台的Level 3的位置 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看 有很多白色的臨時office的位置 就是這邊平台 這塊土地是政府 用作公共用途 但是暫時就 借了別人去臨時office 而且遠一點 你看到康城的商場 還有就是第十二期的工地位置 這裡補充一點 我說Sea to Sky和Marini 快進入貨 都是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不是說立刻 下個月就進入貨 我們繼續向前走 剛剛我們在比較高的位置 看過來這邊政府的用地 看到其實面積都很大 所以為什麼呢 就有朋友仔或者街坊 提議如果商場不夠大 會不會利用這塊地可以擴建呢 可能要跟政府 去改這個規劃用途 暫時就沒有聽過 地鐵打算這樣做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熟水和摧水的想法 我們在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 上面等級4已經種植物 這邊等級3很明顯低了一層 暫時這邊的馬路已經建好了 當然這道馬路建好了 也是有幫助的 就是幫助將來第十二期開工 因為向前走一點 就會看到第十二期的地盤位置 好 我們換個角度 就看回頭 剛才就是這個入口 走出來的 就看到過去 上去看到平台的等級4位置 這邊有很多貨櫃的臨時辦公室 其實在這個平台暫時 都有其他作用 例如 第十二期的工地 放了很多馬里布 其實就去之前支援 馬里布的街坊 他們需要更換玻璃幕牆 暫時他們的玻璃幕牆 其實都是放在這個位置 之前Vivi也出過的影片 當馬里布的街坊 換了玻璃 換出來的玻璃 或者玻璃原料 就會有些工人哥哥 用一些推車 經這條路推進來 放在這個第十二期的工地 從這個角度 再看多一點 馬里布的 Cup House的位置 還有 這裡看上去 其實就是LP6 然後就是 Wings at C 進海 這裡再看遠一點 其實就是Montara的底座位置 也是商場的一部份 你看到一部牆的建築物 其實就是商場的Level 4 和Level 3 所以其實 暫時 西邊平台的狀況 就會有少少像東邊平台 東邊平台有部份的動感公園 已經建好了 仿如西邊平台的Level 4 但也有幾大部份的動感公園 其實在東邊平台現在建 就仿如在這邊的Level 3 的情況 其實西邊平台最主要就是 將來Marini LP10 和Sea to Sky 來源位置 的觀景 當然 就不少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的來源位置 應該就往西邊平台 我們再看多一次 其實這邊 就有個Level 3 的入口 去西邊平台 另外 Level 4 也會有一個入口 就經這個有蓋行人天橋 進去 其實這路 如果我們走進去 可以看到 左手邊 Level 4 最主要的 休息的地方 設施 植物 都搞到七八八 差不多搞定 這路 這路 遠處 還有少許 就還在做 那麽 就還在做 那麽 有些 有些 的 靠 靠 靠 日出公園 東面平台 和西面平台 去幫忙 去做到 這個目標 好了 今天 介紹一下 我們康城西面平台 最主要 分了Level 4 和Level 3 大概的情況 是怎樣 多謝各位收睇 我們下集見 在Wippy 豬仔 Channel 網頁 Youtube 在這裏有一個 Paylist 其中一個 Paylist 會把之前 Sealusguide 近期的 時空情況 全部在這裏 如果你有興趣 想看上幾個月 究竟有什麽變化 可以在這裏看 另外 也有些關於Sealusguide 特別討論的題目 例如 有說到 為什麽TOW2 是看到鼻類針的 如果想看 為什麽的話 就可以找回這條片去看 除了Sealusguide 在這幾個月的變化之外 其實圍繞著河岸城 也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例如 框桿大橋 或者是 工業村那邊 有些政府大樓 也有興建 Wippy 也有不同的影片 去介紹 有興趣可以來 Wippy Channel 看看吧 如果不是 你想有一個 Time Sequence 去提供一些資訊 的話 你可以去到我們 Facebook 有個群組 在這個群組 因為Facebook 有個特性 就用日子 來分享 一些不同的資訊 Wippy 就把 所有康城有關的影片 都加進去 你可以在這裏 慢慢去 有一個Time Series 去看看資料 好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見 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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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媽 拜拜 拜拜 拜拜